大家好,有人让我讲讲五个一政策 五个一政策是中国民航总局3月29号制定的一项政策 3月29号实施 是一个航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飞一个航班的规定 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个政策让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非常贵 也做了视频,我看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看完以后我不但没有觉得五个一政策是不好 反而我认为五个一政策有时候它起到了作用 而且这里边我有几个疑问 他们这些人做完视频,反而我疑问更多了 我第一个疑问 这个3月29号就实施的五个一政策 为什么今天已经是5月底了吧 快5月29号了 两个月以后他们突然出现要反对这个五个一政策 两个月以前为什么不反对 两个月以前国际航盘数量就减少了 我没说错吧 那为什么两个月以前他们不出来反对 要两个月以后出来反对 疫情好转了 想出国了 想回国了 想出来溜达溜达了 民意就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看似好像是这个 怎么说呢 看似是民意 但是这个民意是随着时间在变化 两个月前为啥不说 两个月前可能看到纽约死了那么多人 你让中国增加来美国的航班 我全民都反对 这就是民意 那么既然两个月了 中国美国疫情都减缓了 那就走一走看一看吧 增加增加 就民意又起来了 所以我看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怎么形容呢 就像一般人吃饱了 吃饱了就骂娘 放下碗块就开始骂娘 反正离下顿饿还有时间 第二波疫情还有段时间 反正咱放开吧 就骂吧 可就是骂娘吧 所以五个一 五个一政策当时两个月以前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举双手赞成 看那个美国那尸体 那个豪沟 纽约挖沟 一个个埋 看得心惊肉跳 别回来了 中国人 是不是在心惊 都不说了 现在又说了 这就是民意 所以我有时候说 这个民意不可靠在这儿 随时间变化了 吃饭之前啊 他还不上饭呢 是不是 都别回来 我们得吃啊 吃饱了以后呢 不得劲了 要出去晃一晃 怎么不让我们出门呢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民意 确实 哎呀 有时候看看 你觉得 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 你让我支持这些人说法 我不能统一 因为这个政策 我刚才讲了 他在有些时候 他是保证了中国人的安全 那么第二个我想啊 还有个疑问是什么呢 他们说中国增加了航班以后啊 能让这个国际机票价格下降 我说你怎么能保证国际机票价格就能下来 他们说这个什么呢 说是 中国人拿着中国护照就应该能回国 是 那中国人拿着中国护照 上了中国这个民航的飞机 对吧 那叫包机呀 这飞机上只有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做 那叫包机 那就不叫什么 非包机 国际民航的 在国际市场销售的航空机票 那叫包机 但我想问问这些人 美国拒绝了中国包机的申请 这个事怎么看 是美国拒绝了 只让中国人坐飞机回来的包机 美国人拒绝了 对吧 那你如果一个飞机上全是中国人 是不是包机 只能中国公民上 是不是包机 那美国拒绝了包机 他说你必须得是什么 正常的民航的航班 就是必须得有外国人也能上 但我就想问 为什么一个飞机上也得有外国人 那这个外国人是得病的还是不得病 谁能保证这个安全 我倒不说人这个美国人就一定有病 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什么 让这个民航的航班上一定要有外国人 那我们包机就做中国人 拿中国护照的飞 他又不同意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解释一下 这是不是有阻挡 那为什么天天就说是中国阻挡着 这个航班减少 就中国阻挡 美国是不是也在阻挡 中国是说了 包机美国不干 美国不让中国包机 为什么 第二点疑问 第三点疑问 就是说这个航班增加 美国这个几个航空公司 为什么不可以增加来中国的航线 那该才讲了 增加航线会不会减少机票价格 很多人说这个美国和中国机票价格太贵了 上万 我看了一下 有些人发出消息说一家四口花了24万 从国外飞中国 6万块钱一张票 我觉得这家人还是有钱 有钱人24万也能回来 我觉得他回来这一趟 至少这24万他是能赚回来的 你要是没有钱的人 别说24万24000他也不回 那还是这些人有钱 另外他回来要办这个事 肯定比这24万值钱 他认为肯定比这个价值高 所以他愿意花这24万 所以你看我懂经济 所以我这么一看 这里边并不简单 就是你增加这个航班 你能不能有效的 让这个机票价格下来 现在都是话不好 机票是非分那个直飞 还有什么 和这个转机 直飞的都非常贵 你平时买机票 你只要买过机票 直飞的航线都是贵的 那现在很多人说是中美直航 这个机票价格下不来 我看了一下这个转机的机票 转机机票也很贵 中国是允许其他国家转机到中国的 不光是美国 你记住了 不光是中美航线 其他国家 比如泰国航线 泰国也没有增加航线 对吧 所以我说全世界都在减少航线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机票都在往下减 机票价格都在往上涨 航班数量都在减 那你怎么能单独就愿中国呢 中国是给你增加了 增加到十倍 四个航空公司增加到十倍 增加到40个航空公司航线 全世界180个国家航线减到 减少了180条 你增加40条 人家减少了180 你能补齐整个大的趋势往下减少大趋势吗 机票价格往上涨是一定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你就说是中国这个政策 让航空公司回中国的航空 机票价格都涨 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 就愿中国说这个政策 让航班价格都涨 是整体环境 是世界整体环境 让这个机票价格都在涨 因为你说白了 你不值飞中国的 你买那种转机的 转机它也不便宜 那就是说全世界都在涨价 怎么能说都怨中国 你别的国家航空公司航线也在减少 你比如泰国 泰国飞美国 如果航线多的话 两个国家都开放的话 那你说你先从美国飞泰国吧 泰国转机就来中国 机票也便宜 那泰国你看的和美国之间 航空公司机票少吗 不少 啊不 机票也不少 价格也不少 就说明航班少 就是泰国和美国之间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你就一定要说是中国的问题 你不说是泰国呢 其实就我刚才说白了 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都在实行什么 五个亿政策 那你非得要批评中国这五个亿政策 它是全世界的问题 听明白了吧 第四个我想说呢 你怎么保证这个想回国的人在飞机上不被感染 你怎么能保证 你突然航班增加了 对不对 这么多人聚集在这航班上 大量的人聚集 这个东西有时候人家平时坐在家待着的好好的 在飞机上被传染 你这种东西找谁去 我觉得对个人也不是负责任吧 对吧 第五个呢 我说这航班呢 航班多了会不会增加不必要的出行呢 原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价格这么高 二十多万组算了 我们就不走了 在家老老实实呆着 有急事的花24万也得走 疫情期间你还飞来飞去 那你就得受成本影响 你就得掏这个钱 你肯定有这个急事 那急事你就得花这个钱啊 没有急事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啊 到处都是传染 你出来晃什么晃啊 对不对 会不会增加不必要的出行 有些人本来在家 一看价格这么高 我也就不走了 好好在家呆着 但一看这么多航班 那是不是我就出来晃来了 你出来晃会不会增加感染 对你是好事吗 出来晃 对吧 第六个 刚才讲了出行人数增加 你出行人数这么多增加了 会不会机票价格又涨上去了 你能保证吗 那会不会形成又一个循环 就像我之前讲的 你认为好像机票 机票因为航班数少 航班数增加了 航班数增加了 机票价格好像下来了 但是出行人数一下子 又大量的原来无关人员 又大量订机票 我就可以随便像旅游市 大时候晃了 机票也没那么贵了 管得不那么严了 又开始大量的订了 大量订票了 机票价格反而又涨上去了 你看这是个循环 又涨上去了 那你会不会又要求再增加航班 那我刚才讲了 整个全世界的航班数量是在往下减的 别的国家都在减少 就你中国增加 全世界都跑到中国来转机 中国不成了个毒源了吗 全世界带病的那些都跑到中国来转机 中国机票价格也没降啊 因为你是对外啊 你对外卖啊 对吧 你得跟外国人一起抢这个机票 你不是包机啊 包机美国不同意 这个逻辑听懂 如果只让中国人上飞机 那美国是不同意中国包机回来的 你这个飞机上不能只有中国人 必须得也得带我们美国人 那你说对吧 那什么意思呢 所以就是还是我说这点 你全都愿中国民航总局 你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今天这几个疑问 你是不是能回答回答 特别最后这个 最后如果形成恶性循环 我说这帮人没有经济头脑 你形成恶性循环怎么办 和形成恶性循环 你是还要再增加航班吗 最后180多国家 人家都是为了自己疫情 都不飞了 就你中国呼呼呼 全世界飞 摇世界带着病毒来会飞 你对这些航空公司 这些空乘人员 飞行员 特别是要回中国这些乘客 负责任吗 都得病了 全世界的外边 都在网上订这机票 美国不让包机吗 飞机上肯定有转机 去其他国家外国人 其他外国人 你看你这航班这么多 就都定你中国的 那你中国成什么了 你不成这个病毒中转中转中心了吗 我就说啊 有时候美国这个给你中国这个这个压力 还制定这个政策 你自己得琢磨 你别想着好像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让我们中国人回国 这这话都对 但你得想这里边到底是蕴含着什么元素 如果是让你中国人回 那为什么美国不同意中国包机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航班 一定要外国人 你都得想清楚 不能全愿中国 我中国说我要包机会 那美国不同意 他为什么不同意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疑问 特别最后的 如果造成恶性循环 你中国再增加航班吗 你最后还是价格还是涨上去 那些无关人员也觉得可以订到票了 他也去跟着抢 机票只要有人抢 价格就要涨 你结果最后 反而机票价格不但涨上去了 人员传播也大量传播 结果就像这个瑞典全体免疫 你说经济也没抓到 结果很多人还无缘无得了病 这个疫情期间 如果你有急事 你就多花这个钱去办你这个急事 你机票是能买的 价格者得 如果你疫情期间没啥急事 就在家待着对你是最好的 我还是这句话 没事别出来晃晃 到什么机场买 拿着中国护照回国 你是有急事你回国 没有急事你不要出来 对你自己安全也不好 另外我还是刚才讲 这个是整个全球性的环境 你不能全都怪中国 全球机票都在网上涨 如果中国这边机票价格下来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落差 全世界那些 不管有没有病的 有没有事都往中国跑 有落差 你这块飞机多呀 机票便宜都来了 我觉得对中国人 我觉得对国内这帮人也不好了 对吧 那你这不是刚才我讲吃饱就骂娘吗 中国民航总局刚把这个疫情稳定住 也做了贡献了 结果你你天天跳出来要增加中国的疫情 我觉得全国老百姓也会骂你 还有我那两个月之前为啥不说呀 两个月之前是不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死 能不能活 现在发现自己没死 你作吧闹吧 像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没啥意思 好好琢磨琢磨今天这几个问题 能解决了 咱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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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再提